如果说漫威电影宇宙的十年 又为当之无愧的C位 他一定是托尼·史塔克最初的英雄钢铁侠 在十多年前 处在解体边缘的漫威决心鼓足一致 靠电影赢得最后的升级 而小萝卜的唐尼 这位如今被称为罗宝 小堂堂 RDJ的人气巨星 正是当年斯坦尼老爷子眼中 饰演钢铁侠的天选真人 钢铁侠之于漫威 正如太阳系之于太阳 自08年七次回生时的《星星之火》 到福联寺的史诗周末 唐尼以一句I'm Iron Man 将钢铁侠的传奇定格在了这一辉煌瞬间 然而正如《英雄远真》 延续的漫威故事 唐尼自己的演艺之路也远远没有停止 这位曾以不愿重复自己 拒绝漫威一亿片酬的男人 依然在自己的演艺之路上卖步向前 今天就让我们以唐尼演艺之路上 那些或经典或另类的作品 一起看看钢铁侠背后的小萝卜特·唐尼 一起品味阿里芯 在波兰起伏的演艺历史 唐尼出生于1965年 他的父亲老罗伯特·唐尼 也是一位演员 导演和编剧 正如无数注定会踏上舞台的电影人 唐尼从小就获得了登上舞台的机会 但比起不少童心 唐尼登台的年龄或许更小一点 唐尼首次登上荧幕是在五岁时 很嫩很可爱的他 本色出演了父亲导演的影片《狗狗人生》 而这一天真烂漫的荧幕形象 也成为了唐尼绝无仅有的时光印记 其实演员会随着年龄饰演不同的角色 这正是电影的规律和需求 在出入片场的15年后 正值20岁青春年华的唐尼 正式进入了演艺圈 和多数演员一样 唐尼并非一开始就是主角 即便如此 他还是用自己的俊美和骚起 成为了参演影片的焦点 想欣赏唐尼年轻时代的另类风姿 有两部电影一定要看 首先是这部另类搞笑喜剧 重返校园 又叫大儿子小爸爸 注意是大儿子小爸爸 因为还有一部名称很相似的 小爸爸大儿子 影片中唐尼扮演了一位搞怪小子 每次出场 他都会换个颇为犀利的发型 是电影中的嬉皮式担当 而在另一部青春动作电影 火爆小子里 唐尼就更加扫气了 在这部80年代美国青春剧中 唐尼扮演了一位性感鼓手 总是半裸出镜的他 不但在电影中十分抢眼 在观众中也非常吃香 虽然不知道如今 美国妹子好不好这一口 但在当年 真是一波引人迷醉的时尚潮流 这一时期唐尼确实够嫩 够骚又味道 全身洋溢着青春范儿 既然是青春好时光 怎么能不泡妞 在唐尼首次担任主角的 泡妞高手里 小桃桃用Jack这个角色告诉我们 没钱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嘴撩妹 用脸约会 但一定要用心泡妹 在这部另类爱情喜剧中 本可以靠帅气外表 和性感魅力吃饭的唐尼 演出了味道 不但获得了观众高度评价 也被众多导演所认可 唐尼的年轻时代 正是如此丰富和华丽 随着年龄的增长 曾饰演小鲜肉的唐尼 也开始向更宽广的道路迈进 1992年 唐尼才演了传机电影 卓边林传 对唐尼来说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和挑战 卓边林是电影史上 最杰出的搞笑明星 也是最为伟大和成功的电影导演 她的一生充满了辉煌 也有着无数挫折与矛盾 演绎卓边林的一生 演出她戏里戏外的表现 对于任何拿到这个角色的人 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唐尼做到了 在卓边林的时代 一开始的电影都是无声的 卓边林在无声电影中的心体动作 唐尼同样用心体动作将至展现 而更为难得的是 卓边林的生活 卓边林的感情 卓边林的内心 唐尼都用演技将至表达 或许卓边林本人的表演艺术 无法复制 唐尼只是尽力还原 但戏外的卓边林 她事业和感情中的落寞与孤独 她在被美国驱逐时的哀痛 在唐尼的演技中 我们看到了大师的一生 也正是凭借在本片中的出色表现 唐尼获得了奥斯卡影帝的提名 唐尼不仅是一位杰出演员 还是一位有着磁性嗓音的歌唱家 在2000年 第四季甜心巧家人电视剧中 唐尼一展歌后 为我们秀了一波唱技 而在04年 唐尼更是出版了自己的首张 也是唯一一张唱片 The Futurist 未来学者 在这张CD中 唐尼以热切地激情放眼未来 这份未来如同跃动的光盘般 闪耀万千 在各种报道中 我们常常听说 被漫威和干铁侠选中前 此阶段的唐尼人生有所起伏 但在未来学者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 此时的唐尼并未陷入失落 相反 他愁出满智满怀信心 放眼未来依然舍我其谁 而在漫威电影宇宙 施达克又何尝不是一位 未来科技大师 或许唐尼确实用一张专辑 向我们展现了他对钢铁侠的掌控力 或许他真的是 注定会成为钢铁侠的人 蝙蝠侠与钢铁侠 这两位英雄或许永远都无法同台亮相 但脱下战衣的他们 却能在电影舞台造就与众不同的故事 这就是17年的搞笑喜剧 小贼 美女和妙叹 本片中 唐尼饰演一位阴差阳错 闯入好莱坞的小贼哈利 而在永远的蝙蝠侠中 获评最帅蝙蝠侠的房吉莫 则饰演了有着特殊兴趣的私家侦探佩里 于是小贼 侦探 加哈利 青梅竹马的美女 三人共同上演了一幕看似无理头 实则人间有大爱的搞笑喜剧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电影的叙述手法非常特殊 这是一部有着原电影属性 也就是在电影里演绎电影的片子 于是片中唐尼的工作不仅是扮演 还要对电影和电影里的自己吐槽 这也让唐尼在演技之外 首次通过吐槽来彰显人物形象 非常的新颖 其实唐尼在穿上钢铁战衣之前 不但和最帅蝙蝠侠排过戏 还和尚未便利的绿巨人班纳博士合作过 更巧的是 在《蜘蛛侠英雄远征》中 扮演神秘客的吉伦哈尔 还是影片的主角 07年 著名悬疑导演大卫芬奇 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 十二宫杀人事件搬上荧幕 影片中 唐尼是个桀骜不逊 却心怀正义的报社记者 而马克则饰演了一名 勤肯工作却被案件炒弄的警官 两人在电影中互相交恶 《蜘蛛侠英雄远征》的记者并非贯穿始终 但在他举手投足间 都有着独特的牙痞气场 这正是唐尼在本片以及之后的电影中 着重塑造的个人魅力 在唐尼近年来的电影中 有一项钢铁家 福尔摩斯辩护律师身上皆有的气质 那正是桀骜不逊 打破常规 与世俗相依的自我风格 如果追击这一风格的源头 十二宫这是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展现 如果说唐尼出专辑告诉我们 他唱歌不赖 唐尼出演的各种电影告诉我们 唐尼系路够宽 那么大侦探福尔摩斯就告诉我们 唐尼还是个功夫了的永春拳王 在福尔摩斯中 或许这位反传统的大侦探 有着太多令人印象深刻之处 但那一首永春功夫绝对够精彩够震撼 事实上 唐尼学永春拳已经有15年 而他的师傅奥拉姆 曾是李小荣得意门生的弟子 唐尼曾说 永春是他自己的第二本能 而在电影中 我们直到福尔摩斯 才看到罗伯一世身手 真可谓是相见恨晚 而电影里 唐尼饰演的福尔摩斯 一反柯南道尔小说的侦探形象 成了一位胡子拉擦 生活邋遢 不走寻常路 彻底抛弃安乐意的行动派侦探 在这样一部反传统的福尔摩斯电影中 推理探案并非重头戏 我们看的就是唐尼的角色魅力 和永春拳搏击的酣畅淋漓 虽然近年来 唐尼拍摄的电影都比较偏向娱乐 但14年的法官老爹 则是一部有着唐尼个人印记的 严肃律政伦理片 不同于《复联4》中 施大克舍身救世的感动 法官老爹中的亲情触动 更为厚重和深沉 片中 唐尼饰演一位打着律师旗号 为富人辩护的律师商人汉克 虽然依旧有着一如既往的牙匹气质 依旧是一反传统桀骜不逊 具有突出个人风格的形象 但在为被告席上的法官老爹辩护后 在亲情 法律 真相的漩涡中 汉克最终退出了个人的反抗气息 他没有扭转乾坤 没有成为任何人的英雄 也没有回归原先追逐利益的商人 而是成为了一位个人性格 不那么突出的正经人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 被身为法官的父亲承认的律师 而本篇凸显了家庭矛盾 冲突内在 也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和深刻 正因如此 这部法官老爹同时展现了 唐妮那超群的演技和突出的个人魅力 毋庸置疑 小洛特唐妮是一位 以实力登顶巅峰的表演者 自五岁起 唐妮就开始造就自己的荧幕传奇 她的纯真与骚气 她的豪放与不羁 她的才华与企图 她的责任与当当 都融于荧幕上那多姿多彩的角色之中 唐妮的演技与才能令人敬佩 而她对于表演的真挚与热忱 则令人感动 在演艺道路上 小洛特唐妮靠着不断的磨练 积累和升华 最终才有了现在的成功 而这份精益求精的意志 亦是一家手机的品牌精神 也正如史塔克头脑中 那永无止境的创造力 让科技真正成为造福人类的结晶 这份相似的理念与精神 让唐妮成为了一家形象大使 或许小唐唐又一次成了天选之人 如今 虽然漫威宇宙钢铁侠 史塔克的故事已经落幕 但唐妮的演艺之物还很宽广 在漫威电影宇宙中 钢铁侠是所有人尊敬和怀念的英雄 在漫威宇宙之外 小洛特唐妮同样